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藏心本来就是我们的 我们从大陆带过来的汤号 高中应该是我最辉煌的时候 在武术界来讲 可以讲走到哪里都有风 包张杂志都是我 那时候怎么打都打国是冠军 这个都打断了 这个本来是打断一样 从美国回来又打断一次 这个都打裂掉了 我们的奖杯奖牌可以堆一间 现在已经是国际裁判教练 所以武术的话 都是在给他们打根基 所以说他们没有学武术的话 教他们武师的话会 势不平巴不稳的 了解 对 会这样子跟怪兽一样 就没有那种舞步唱唱 那种舞步那种动作 对 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那时候我身兼多职 开计程车 然后做油漆工 电焊工 水泥工 什么都做 还要到医院那边去 半夜去给人家看护 应该是在三十 一二岁吧 才有那个念头 那时候我想到 几乎很多来这边训练的学生 家境都不好 然后我想说 就不要叫他们缴学备了 然后跟着师傅到外面 舞龙舞师 钻一点外块 然后从这个点到面到线 然后这个开支三业 慢慢就 然后学生 还有周边的环境 还有学校校长 也耳朵目染 直到说 我有这方面的教育小孩 不是收容 就是教育小孩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些十二点钟就 徒弟就不能外出了 都有一定的准神 然后助教班长 都是徒弟在打理的 都是从一楼到后山顶楼 谁负责 都有特别的规范的 扫厕所什么都有 对 连同放毛巾 什么什么都规范的很好的 如果说规范不好 或者是骂三日经 他们都有一个条例 我们都会列出 没有折好扣一百 这一百全部都是当基金 那个最可怜的 在海边的岩石 那个市场的摊位 然后货车底下 因为我们建议和平岛和和平国小的校长 可能有旁敲侧丁我的一些座位 然后又到我这边来 然后又跟我这样聊 这位小朋友不读书 家里儿家境可怜 父母亲不知道在哪里都不知道 别人在上课他在外面聊那种溜溜 然后书包又藏刀 国小而已喔 然后跟个小猫一样 过来第一天 第二天跑了 跑了我开车一直在找找找 那我们是担一个责任校长送来啊 不能让小朋友有些什么一个问题啊 找回来 然后第二天我就跟校长讲说 还是送回去好了 然后校长一直拜托 他说李叔 你一定要救救这个小孩 然后二度又送过来 国小五年级而已 四五年级而已 刚来啊 可怜到可怜 睡觉都会尿尿 都会尿床 床背叠起来不够他尿 结果慢慢慢慢把他的膀胱经理 都把他治疗好了 当然在相处当中 当然有很多的心三肋痕啊 有时候在教的时候 他是贫嘴不高兴 要嘛就是骰个性 要嘛就是要离开这样子 高中一年级尾 二年级上吧 将近七年 把他训练到世界冠军了 而且身上八块鸡 他走了以后 给我那个字跳槽 难过难过 我都不好表现 在土地面前我也不会讲 我就一直累一直往内吞 有一个实力 家里本来就是有一餐没有一餐 赚一点钱 然后就带着小孩 也不去读书 就到海边去烤肉 也不回家 家里也很破旧 然后他们家大到小小 生五个 都是我从小养到大 然后养大了跑掉 那现在我教了一个 他排行第四老师 我把他培养到世界冠军 是五龙五师的 工夫也不错啊 师伟才是师父啊 前几天打电话 一直说师父对不起我错了 我对不起师父师母 这么多年的教育资恩 家长 他不是说钱 实际上所讲的就是钱 我家里有事情 小孩子要把他带回去 因为那时候小孩子来的时候才国小 那已经给他养到快二十岁了 而且你把他培养到这个 这么高高超的技术 那今天他一走的话 我们会断层 那时候给他 给他加薪 他高薪的钥匙 好好好可以 那我小孩子要留下